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思着该如何立生 他们发现菩提心的利益最为广大 如果众生都能医治菩提心去修学佛法 那么必定会顺利获得最圣妙的安乐 几天菩萨的教诲 阐释了什么对你最好 也抑制菩提心对你最好 怎样照顾自己最好 什么最有利于你的安康 那就是菩提心 诸佛的方向同样适用在所有众生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有善心 就不会伤害他人 无论什么问题 你都会帮助他人解决 这样的善心 将使你拥有长寿健康的生活 因此在每日生活中 要怀着善心 尽量努力地以他人 感谢观看 如果你能这么做 无论你提供他人或大或小的服务 都持续在造就自己成功的因 菩提到次第教授中提及 好的转世有八种异熟功德 这八种事 一 长寿 二 形体端严 三 种族高贵 四 有大权势 五 言词微粟 六 声誉卓著 七 男性 八 身心健壮 八 是不是 九 说大事 八 身心肺 三 杀 八 身心肺 八 身心肺 其中关于长寿 长寿的因一般解释为 救众生生命或饶众生命 无论救生或人 例如给他们食物 医药 衣服 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他们 如掌中泄脱一书中 提及长寿之因 是对友情不加伤害和杀戮 放生 赎命救生 如买鱼放入池中 施食 释放囚犯 以及为病者施药 及看护病人等 你的行为和这些果报相随顺 因此 你的善心承办 你所吸济的一切安乐 包括福果的至高无上安乐 怀着善心而做的行为 从不会是补善 只会是善 怀着善心而做的行为 只会利益他人 从不伤害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当你怀着善心而行 就永不会造生病的因 只会造健康的因 你饶益他人的心愿 是健康的心 健康的心 会使你身体健康 在医药科学发达的现今社会 许多医师 心理学家和科学家 已经用他们的智慧检验 并证明 像癌症这类的疾病 是源自个人的负面心态 癌症来自负面的心 所以 治疗癌症的方法 是拥有正面的心态 清净心 感谢观看 几天菩萨曾提到 无体心能净除无穷净沉重恶业 像觉症、癌症的主因 是过去的不善业 遗留在心相续中的不善喜气所造成 然而 对他人的强大悲心 能净除心中大量的恶业 从而抵消地造成疾病的业因 此外 禅修也能治疗癌症 持送真言也能治疗其他的病 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有许多新的疾病发生 有许多对生命的新威胁 避免经历那些疾病的最佳方法 就是不要去造他们的因 因此 善心是防范疾病的最佳方法 而且 如果你罹患了任何病 克服它的最佳方法 也是培养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早餐 午餐 晚餐前 记得去感受 我对一切友情的安乐 负有责任 这是我生命的目的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我需要健康长寿 所以我将进食 以这种方式 每次你或饮或食 都变成在尝试一切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你怀着菩提心饮食时 它变成一切友情 安乐的因 起初 当你发菩提心饮食 就累积了 浩如虚空的好运 功德 善业 之后 你吃的每一口食物 和饮品 也都变成 你成就无上正觉 和一切友情 安乐的因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怀着利益 以一切友情的信念 吃东西 盘子里有越多食物 你吃了越大堆的食物 就累积越多善业 每吃一口 就积聚浩如虚空的功德 你吃越久 生活就变得越富足 越有意义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怀着菩提心去工作 工作时数越多 就造越多泄脱和成佛的因 你的工作 顺便成为 成伴来时安乐 泄脱轮回的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下你就找到宁静与安乐 最重要的是 你为自己和他人 创造最美好的未来 就这样 你所做的一切 都变成佛法 你的日常生活 与佛法融为一体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的生活融合了最佳的传修之道 就算能背诵佛陀所有八万四千种教法 所有的经和序 数以百计的佛教典籍 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你不保护自心 远离烦恼 干扰 那么你并没有在修学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法的定义是烦恼的解药 就像药是病的解药 这种感觉 尽量的解药 也不保护自心 也不保护自心 你也不保护自心 你不保护自心 你也不保护自心 也不保护自心 你的行为要变成佛法 这些行为就必须能对峙烦恼 所以如果你不保护自心远离烦恼 不学着控制你的烦恼 那么你做的一切都不会变成佛法 也永远无法造安乐的因 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你在有烦恼升起的危险时 保护自己远离它 那时你就是在修持佛法 每当你让自心远离烦恼 防范一丝一毫的烦恼升起 控制你时 你就是在修持真正的佛法 所以如果你能运用任何你所受过的教育 佛法或任何其他种教育 来保护自己 保护自心远离烦恼 同时利益他人 带给他人真正的平静与安乐 那么所有这一切 包括你所研读的佛法 都变得极有意义 所有过去 画在教育上的岁月 才真正有所回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打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我来到了天堂 踏进水路的坛城 宛若进入时空的长廊 别致庄严的贡品与圣庙的坛城 在寂寞中驻足着 仿佛甚至千年之间 眼前一幅幅精致的水路圣像 生动的述说 转凡成圣的历程 聆听着清静悠扬的泛唱与吟诵 沉浸在和谐的颂声之中 慢慢沉淀 笔袖着缭绕四方的芬芳香气 身躯随着水路遗轨而虔诚礼拜 明神领会仪文中甚深的法意与慈悲 透过五感细细体会水路法会壮重的氛围 一股志诚前进的信念 于心中冉冉升起 随着疑问如理效法佛菩萨的悲心 跨越时空维度 与法界产生不思议的连结 在圣缘中 大众相互祈愿与祝导 祝福彼此 迈向更美好的生命境界 神力水路遗法 更胜千言万语 佛法无尽的智慧与慈悲难以言语 欢迎您一同深入体悟佛法的真谛 同时回向法界众生 共成菩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言专中学院研究所 及推广部招生中 凡有兴趣学习华言的正姓者 欢迎报名 报名申请入学资格 1.大学部正修生 高中以上正姓佛教徒 2.研究所正修生 大专含同等学历 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 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监修 现女众50岁以下 正姓佛教徒 3.选修生 旁听生 大学研究所在校生及一般社会大众 男女兼收 报名方式 请至学院官网下载报名表 请务必注明、姓名、地址、电话 并以Word及PDF档案格式 寄至E-mail信箱 E-mail H-U-A-Y-E-N-C-O-L-L-E-G-E-A-H-U-A-Y-E-N-O-R-G-T-W 或电卡 教务处 02-2341-4760 02-2341-4760 推广部 02-2321-3319 02-2321-3319 地址 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二段 44号 时尚神宫位于奈良天理市 命令演应的不留山上 是日本第一座神社 时尚神宫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 神社内自由放养了三十多只的鸡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神社内有数十只自由无居的鸡 在四处走动 据说 故事曾有七只提叫 放显了神社的神灵 及时编息了一场灾难 因而神社便将积之真爱保护者 神社旁的山边古道 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18世纪史书 日本书籍中所记载 这是日本最古老的道路 高大的巨木散发着成文的气息 例如猪神守护千年的平静岁月 1.1.3.3.10 2.1 lovesんです 在 alle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